新城乡公所也透过了线上视讯的方式 和北海道普和厅签订了友好交流协定 两城乡都有壮阔秀丽的自然风光 并且一同致力于原住民族文化的传承 农业和观光等产业的推动与发展 希望透过双方的合作能够创造观光 同时具有艺术氛围的旅游环境 新城乡公所透过线上视讯的方式 与北海道普和厅签订友好交流协定 注册台湾大使系长艇透过视讯的表达 非常荣幸受邀见证花莲仙新城乡 与日本北海道普和厅签订友好交流协定 普和厅内设有艾努协会 新城乡则是为台湾套入给主重要的据点 这是两项签订友好交流协定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期盼两地以原住民交流为基础 透过这次友好交流协定 拓展双边城乡间的更多人来交流 期盼新城乡与普和厅 透过这次地盟建立坚实交流的管道 共同拓展台湾合作的关系 向南河里台特别介绍 新城乡内农出物部分有花生、番薯、蒜菜等等为主 鱼业则是以定制鱼场大中 食材部分是以大理石、玉石、玫瑰石加工一瓶 来呈现创造当地的艺术气氛的观光旅游 以国民既链配鲁友好交流协定的重要产品 两城乡最后装过信誉的自然风光 并以农之力严重于主工化船市 农业及观光等产业的规动与发展 新城乡又称作曼博语的故乡 曼博就像一种生活的态度 看似曼博、悠有知识 使者要充分的日地移动 细施展望 这就是曼博新城的浏览 本乡工业产品丰富 并寄地方特色 食材及食品产业的新盛 原住民族群多益 加上官方产业的推动 带动各样产业的发展 项内农作户以花生、花薯、酸菜等为主 以与丁字的产为大宗 食材则以大理石、异石及免费时的加工艺品 原住民文化推广过以手工艺品 繁荣经济体工年季节的碎石器的传承 观众部分追以吉西南的自然景观 并结合实验艺术的作品 如此好的城市应该积极走向国际 因此工作团队不受疫情的影响 竭力促成符合定的友好协定 透过这次的友好地结 能够活络彼此之间的城乡交流 促进产业的发展 准备一下